尼巴亭是一把魔劍 是一把雀火的魔劍 是烈焰的魔劍 是歐神話 好像挺適合 雀火的魔劍 我們拿著的那把都是光劍 雀火都發光 不如叫尼巴亭吧 這些這麼難的動作就是獲他藝 又叫做御摘藝 原本是在日本偶像活動中 幫偶像輝營光棒應援 近年都有不少舞團 用它來編舞 還帶上舞台表演 究竟他們要怎樣跳 就要請教他們 這個動作叫做 羅蚊雪警報 代表將會進入羅蚊雪 或者進入其他機 頭一數 就是左右過一次 撮完後 後來就是三下 1 2 3 然後再撮 然後再撮 你可以記住2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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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盡地去 最後一個撮尾動作 會是左手向上 然後左手向下畫一個圓圈 然後右手也畫一個圓圈 好像一個大圓形 畫完後在胸口放一個交叉 然後再放在腰上 這就是我們的收尾動作 紫上談冰了那麼久 要感受到御宅藝的真正魅力 都是要看回他們表演 Nevartan成團至今五年 他們會同意詹藝結緣 就是因為這首 Megu Magu Fire 我們一開始不打算認識 即我們本身不是一個團體 是單純幾個人 打算拍完團片 拍完剛才說Megu Magu Fire 那段片 拍完就算了 拍完出來之後 已經覺得 哇 很開心 整班人一起玩這件事 很開心 整個氛圍 整個感覺很熱血 很興奮 大家好 我們是Nevartan 我們會打電話 他們剛剛開始組團的時候 先是膽粗粗 報名參加同仁展覽的活動表演 不過在女性idol為主流的市場 以男性團圓為主的 Nevartan並不吃香 夜宇宙說 就算報名 都未必等於可以上台 一來我們已經不是女生 女生上台多人看正常 大家都會有興趣多些 我們是男生 加上Wattage這件事 香港真是到現在 即到近兩年 才多一點人認識 才多人願意去接觸 或者嘗試去了解這件事 頭三、四年的時候 我們要上台 其實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你要有知名度 別人才會讓你上台 整班團員練習的時候要爆詩 上台表演也要全力以赴 不過原來打藝很傷身 會對自己身體負擔比較大 跳舞的話 你可以一路練一路 感覺你身體會越來越好 會練場戲 但你打過他 只會不停損耗自己的身體 因為我們自己團員都很多 會要去看鐵打 又或者去做一些舒緩 又或者看醫生 我最想打到這隻手甩膠 打到半甩膠 會搏到這麼盡 《倫花牛潭》說 除了是因為打藝很開心 都是想讓大家感受到 這一種刺民化的魅力 明明是一種這麼帥的技藝 在香港仍然不多人認識 我都可以證明到 其實藍星在舞台上 都有他的舞台美麗的存在 然後再去事件 如果是打坏的話 基本上是交流 有公的部份 可以說一下 我們最初參加舞台時 都可以在地面的舞台上 都會在地面的表演 他們每次連動漫都少接觸的時候 相對地連我們獲他藝都比較少接觸 我們的表演可以令他們欣賞到人生第一次 或者叫做現場第一次的獲他藝